闭眼养肝,举手调皮,点脚养肾,摩奇竟然有如此效果,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,健康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,然而,不断涌现的保健信息和复杂的养生方法往往让人感到困惑和厌倦,在这种背景下,古老而简单的中医养生法成为了一股清新的风潮, 他们不仅承载着千年的智慧,还以其简易和抑郁操作的特点,逐渐受到现代人的青睐,中医认为,人体的健康状态与五脏的功能紧密相关,肝脏的疏泻功能,脾脏的孕化能力,肾脏的精气管理,都是维持身体健康的重要环节,而日常生活中,一些简单的动作和习惯,竟然可以在不知不觉中调理这些脏腑的功能, 闭眼养肝,举手调皮,点脚养肾,磨齐,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动作,实则隐藏着调养身体,促进健康的深刻智慧,闭眼养肝,现代心理学认为,闭眼放松可以帮助减轻心理压力,这也间接对肝功能有正面影响, 因为长期的心理压力被认为与肝疾病有关,研究表明,适当的休息和减少视觉刺激有助于降低眼部疲劳,从而改善整体健康状态,在古代的医学点击中,肝与视力的健康密切相关,闭眼养肝的概念源于这一理论, 主张通过减少视觉刺激,来舒缓肝气,平衡内在的能量流,在现代社会,人们长时间盯住电脑屏幕或手机,视觉疲劳和情绪压力不断堆积,肝气郁节往往难以被察觉, 而闭眼养肝正是一种简便而有效的调节方法,实施此法时,选择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至关重要, 可以坐或躺下,闭上眼睛,深呼吸,让思绪随呼吸,徐徐平静,在这个过程中,可以轻轻将手掌附于眼上,或者做一些轻柔的眼部按摩, 以促进局部血液循环,增强眼部肌肉的放松感,这种方法不仅有助于缓解眼部疲劳,还能改善夜间睡眠的质量,因为肝与调节人体生物中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, 此外,闭眼养肝还可搭配某些舒缓的背景音乐或自然声音,如流水声或鸟鸣,这样不仅能增强放松效果, 还能进一步促进情绪的稳定和身心的和谐,重要的是要记住,持之以恒是关键,通过每天抽出几分钟来实践, 长期下来能够感受到明显的身心改善,举手掉皮, 现代医学认为,举手运动可以促进上肢血液循环,有利于改善消化系统的血液供应, 举手动作还能够帮助加强腹部肌肉,这对于肠胃的运动和消化过程是有益的, 皮在中医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,它不仅负责消化吸收, 还关系到身体的能量产生和血液的生成,举手掉皮是一种简单的动作, 但其背后蕴含的养生智慧却是深远的,通过举手可以刺激与皮相关的经络, 从而调整皮的功能,增强其对营养的转化和吸收能力, 同时也有助于气血的生化和循环,进行这一动作时可以站立或坐姿, 双手自然上举,尽量伸展,但不要用力过猛,将掌心向上轻轻摆动双臂, 好像在空中轻浮云彩,这个过程中应保持呼吸均匀,心态放松, 每个动作可以持续几分钟,根据个人体质和习惯,可以适当调整, 举手调皮不仅可以促进消化系统的健康,还能帮助身体摆脱皮乏,恢复活力, 对于经常感到身体疲惫,食欲不振的人来说,这是一种既简单又有效的养生方法, 此外,这一动作还可以辅助调节情绪,特别是对于情绪低落或焦虑的人, 有着不错的舒缓效果,点脚养肾,现代医学认为, 点脚运动强化了脚踝和小腿肌肉,这有助于促进下肢血液循环, 间接对肾脏功能有益,现代运动生理学表明, 定期进行下肢运动可以改善全身血液循环, 对身体健康有正面影响,脚部是人体的重要部位, 据说树根固则枝叶茂盛,脚部健康同样关系到人体的整体状态, 点脚养肾是一种简易的健康练习, 它通过刺激脚部的穴位和肌肉,来达到强肾健身的效果, 在中医理论中,肾藏经、主水与脚部的健康息息相关, 而点脚可以活化肾经,促进气血流通, 练习时可以选择站立,脚居与肩同宽, 轻轻点起脚跟,再缓缓落下, 这个过程中要注意保持身体平衡, 动作要缓慢而有控制, 同时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脚掌, 感受脚底的每一次接触和离开地面的感觉, 这种练习不仅可以强化下肢的力量, 还能帮助改善腰腿部的血液循环, 点脚养肾的好处不止于此, 长期兼职可以帮助缓解腰酸背痛, 增强体力甚至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, 对于经常久坐或站立的人来说, 这是一种简单且有效的放松方式, 可以在工作间隙进行, 帮助身体恢复活力, 缓解工作压力, 摩奇, 现代医学认为, 温和的腹部按摩可以促进肠道蠕动, 帮助缓解便秘和腹部不适, 按摩可以刺激腹胶感神经系统, 进而有助于放松和减轻压力, 齐部是人体的一个重要部位, 据中医理论, 齐部是多条经络交汇之处, 与人体的脏腹功能密切相关, 摩奇是一种简单的自我养生方法, 它通过温和的按摩刺激, 可以调和气血平衡内脏功能, 达到养生保健的目的, 摩奇时可以用手掌或手指轻轻按摩齐部, 动作应柔和力度适中, 可以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轻柔, 每次大约三到五分钟, 这个过程中应保持呼吸自然, 心态放松, 摩奇可以在任何时候进行, 但在饭后一小时或睡前进行可能效果更佳, 摩奇对健康的好处多多, 它不仅可以促进消化, 缓解腹部不适还可以帮助放松全身, 缓解压力, 对于经常感到负账, 消化不良的人来说, 摩奇是一种简单有效的自我疗愈方式, 此外, 经常摩奇还能帮助改善睡眠质量, 对于失眠有一定的缓解效果, 实践建议与注意事项, 个人差异, 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, 这些养生方法可能对某些人更有效, 建议在开始新的养生习惯前, 与医生或中医师咨询, 特别是对于有特定健康问题的人, 平衡与节制虽然这些方法通常安全无害, 但应该注意避免过度或不当失省, 例如, 过度按摩某一部位可能导致肌肉或组织疼痛, 结合现代医学, 这些传统方法最好与现代医学的建议相结合, 特别是在处理严重的健康问题时, 总的来说, 这些传统的养生方法可以作为现代快节奏生活中的一种补充, 帮助我们在忙碌中找到平衡, 改善生活质量, 然而, 它们应该与科学的生活方式和必要时的专业医疗相结合。